我们下班的另外一个点 是因为她的帮牌可以来 青海国中的校长带领市议员游碧玲 和老人基金会等代表参观学校内闲置的教室 包含一旁的厨房 厕所 有没有相关的无障碍设施都列入了考量 就希望这里在日后 可以成为长辈们上课学习的空间 目前少子化 然后我们学校呢有一些闲置的空间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些闲置的空间能够活化 那刚好社会局这边呢 就正在筹划做一个长青快乐学堂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老人进来 然后让孩子们让我们的学生呢 能够可以为这些老人服务 于少子化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趋势 就许人口变少 也让海鲜的青海国中减班 多出了许多闲置教室 地方认为这些空闲下来的教室 可以规划为长者的日间照顾场所 或是学习据点 在不影响学生上课的情况下 阿公阿嬷甚至可以带着孙子来上学 享受天伦之乐 甚至在学校可以学到更多才艺 充实时光 因为这里的地点也非常的适中 还有它的设备呢也有中央厨房 甚至也有无障碍空间 那加上教室这个地带呢 它是一个独立的地带 不影响学生的上课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点 校方表示 目前校园一楼的闲置教室 有独立的校园出入口 无障碍设施也非常完善 因此相当适合日间拖劳服务 会看之后呢也将交由社会局来评估适用性 以及教室活化再利用的可行性 借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